這個社會住宅的事情 其實是一翻兩瞪眼 因為數字在那邊 但是民進黨會把數字去做玩弄 那剛才那個委員說得好 在過去在各個縣市 特別是直轄市 對社宅這方面的這個需求率比較高 但該最少是誰 高雄跟臺南 臺南高雄六百多 六百零八戶 這臺南甚至也就掛零 所以在賴金德自己 在當臺南市長的時候 去看看檢驗自己的政績 對社宅這部分講了多少 那你說這樣 像這些很多規劃中的事情 很多都希望都急就張 像過去的 像這個中央在做這個社宅的時候 他要去辦什麼公聽會 地方說明會等等 都偷偷摸摸 我們趁個什麼週末的下午 辦個什麼公聽會 去個只有八個人 要不是因為臺北市政府 杜發局把這個報告 送給我們這個這個議員 我們把財拔攔下來 在一個小巷子裡面 只有六米巷道 他不但要蓋設置 還要把什麼消防局 通通把他裝進去 你講的就是我媽家旁邊的小公園 他快氣死了就是這個 對 在天母那邊 小巷子 所以他知道有國有地 他就給你塞設宅 這邊一百零戶 零八戶那邊多少戶 完全不管附定居民的觀感 跟交通的一些衝擊 所以他很多事情 就是他自己在一個紙上 紙上談兵 紙上作業 然後就說問題在規劃裡面的 更換包租貸款 怎麼算是設宅呢 包租貸款很多是 是我自己的方式 拜託政府去幫我去做像吹媽媽這次的這種平臺 做這個供應 平臺來撮合的 那是我這個方式 不是你蓋的 大家對於設宅概念是 我政府自己找土地 自己投資 自己興建的 那他感覺上這才叫設宅 所以我覺得 我覺得政府做不到的地方 其實坦白講 像讓地方政府幫你做就好了 那是吹牛先畫大餅 就像蔡英文講 二零二五非核教員 那也做不到嘛 那做不到 到時候反正我已經下台了 也不再任上了 以前呢 大家知道國宅最難就是土地 以前就很難 後來怎麼辦呢 才想去跟眷村合作 因為眷村有土地 都是矮房子 潑潑爛爛的 所以就跟眷村說 你土地給我 我給你蓋 很多眷村地點 不是很好 還要收錢的 現在已經後悔死了 那個土地留到現在 土地漲價 搞不好蓋房才不要收錢 土地漲得要錢 絕對比建材高很多 那時候都把他們弄來了 蓋國宅 蓋國宅 然後是有些國宅還要收錢 那我們看就是說 另外的我同意是剛剛 那個謀核的那個出租 怎麼能叫社會住宅 那這樣好了 你不政府沒有謀核的 假如說我有房子 我租給別人 那我能不能說 這是我的社會住宅 馬政府的時期 就已經有三四萬戶的 青年租屋的補貼了 四千塊以上的補貼 這個都算社會住宅 我們那時候早就幫你完成 好幾萬戶 如果他按照他 這個地域 我們已經 按照他這個地域一百萬戶 都不是問題 沒問題 出租的 因為全臺灣出租的 出租很多 他只要說 你現在願意出租給年輕人 出租給什麼的 第一個我就補貼你一千塊 就叫做青年租屋補貼計畫 早就做了 還有青年安心成家方案 都有了 民進黨 停止這種偷換概念 其實賴清德沒有必要去背負 蔡英文的這個包袱 他好好地講說那我的租金補貼政策是什麼 我的什麼部分是什麼 這樣不是很好嗎 為什麼要說謊呢 第二個司剛 我媽還不是發生在天母 我媽發生在內湖 那他們只是一樣 為什麼我剛才一反應 就是說他規劃中就是這樣 因為他們去聽說明會的時候 不得了的 大家都嚇壞了 原來他已經請建築師圖都畫好了 可是民眾 附近民眾全部反對 反對完就蓋不成了呀 所以那你如果按照這種正在規劃中 也有的圖 然後到時候那個賴清德就宣布說 你看我們這個也是在裡頭 可是實際上根本民眾反對 蓋不起來了 那他是不是又摻水 所以這個問題 真的大說謊家也不應該這樣 這個資料是三天以前 聯合報製表 二零二十三年 我看是不是舊的不是 是剛來的 就蔡英文原來說 八年要蓋二十萬住宅 然後把他變成包租貸管八萬 我給你直接蓋十二萬 那現在情況怎麼樣 已經有的是六千兩百五十七 完工了一萬八千三百七十 這個只能這個算是完工了 算是完成了 興建中三萬一千兩百 什麼時候好不知道 代開工一萬一千一百九十五 規劃中五萬三千零六十七 這個是大餅 對啊 那個五萬多 就是我們講的內容 這差不多嘛 對啊 那現在還有加碼 說直接現在二十五萬戶 包租貸二十萬戶 租金補貸五十萬 變成一百萬戶 這就變成一百萬戶 你真的你真的 設整去看看新加坡 人家是怎麼蓋的 人家是怎麼建立這個制度的 那才真的叫做社會住宅 那叫什麼社會住宅 那騙人嘛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發生的新聞 發生的新聞 發生的新聞